好老师那我请教另外一个更直白的问题 就是那在您心中的台积电的合理的目标 到底是多少 那我们来看一下 用这个来看一下基本上 那基本上你先看一下 目前来讲的话台积电你看过 有一阵子是到30本益比 有一阵子是10 你这是2022年 如果2022年的在乌厄乌战争打到最惨 巴菲特卖掉的时候 本益比大概只有10 现在到30 所以你可以看我们想投资是一门 科学跟艺术的结合 就科学来讲本益比10 可以知道台积电真的是被压抑 就是便宜啦 便宜的不得了 那30呢曾经达到过 那这个30能不能维持多久 这是艺术的部分 但是我们现在大概在28左右 27.88大概在28 所以严格讲起来这张图确实是讲的没有错 那你看其他的AI半导体 都比较高 又去辉打是一路猛 辉打有一阵高的时候都快四四五十 但他隐喻要表现好的时候 他会拉下来 但是你看这条线是台积电 大概在27 28左右 严格讲起来台积电比较半导体 跟辉打他是相对便宜 但是跟他自己比呢 他是处在于相对高点 就是本益比的相对高点 所以他有可能会面对震荡 所以我们先讲就是不能只看到他好的 我们要把它做一个分析 所以他震荡难免 但他依然是一档好股票 所以如果大家看完这个心态上 可以接受股市合理的震荡 那么台积电就11档可以再准备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基本上好 那这个是严格讲起来 因为你问到价钱嘛 那价钱一定要回到盈语 这我很快速的先讲一下到盈语 这个部分里头也给大家安心一点 就是很 严厉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1050到180 台积电到900多 表面上这个价格是偏 看起来是网高的 但投资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那个Philip Fisher 就是巴菲特也很欣赏的这个大师 投资大师 而且成长学派 他就讲多数人只注意到价格 但却没有注意到价值 这张表是成长学派的经典 这个你可以看 这个辉达之前的时候1.92本益比 他加了一个成长比例 简单来讲就有一点说 这个人过去比如说一个月花20万 你会觉得说哇这个生活好像有点过高 可是可能没有注意到他下个月可能赚40万 所以这个时候一个月花20万就不是过分 对一般来讲一样 回答为什么会从本益比看起来是1.92 因为这边加了个成长幅度 那为什么会掉到越低越好 因为他赚了更多了 对了 对了 就因为赚了更多之后 他就拉开了 就表示没有那么贵 所以有些人比如说一个月花2万块 你觉得说好省 但他一个月只有3万块钱或2万8的薪水 这时候这个2万好 表面上 所以各位不能只看价格 要看价值 这个地方就在谈到最近 那回答 但回答会不会面临挑战 当然也可能 因为现在大家觉得他实在一个独大 开始也想围堵他 所以这个未来 他是不是能够用百分之百的速度成长 你也不能用这么一个来推测他 台积电商 一年前P1G大概在2.45 其实这个部分 指的是他阴雨还没有爆发的时候 最近阴雨一开始上来 你看到4月4.30号的时候 0.97 这个比低于1 事实上也有人用1.5 1.5以下都是不坏 那能够1以下最好 1以下的时候 Peter Lynch就是成长学派大师讲 你有可能找到翻倍股 所以0.97 0.86都代表意思 透露出一个密码 有可能这都还有可能翻倍 所以台积电有可能 再从935块钱翻倍 变成1800以上 这是你说的 不知何年何月何月 我们按照这个PEG的算法的话 事实上他也透露出一个密码 就表示台积电是高贵而不贵 高贵而不贵的美女 下高的高贵 看起来高 但他不贵 那我们来看这个地方来比 从这个数字 有一张这个 我们先看这个 你可以看我台积电现在 魏哲嘉先生说 今年2024年台积电的盈余成长大概是20到25 我其实在华尔街有时候忽高忽低 华尔街有时候估他是16 18 20都有估过 那华尔街现在估他可能也在18到20 那2020年这一年 那魏哲嘉先生说台积电的成长可能20到25 我都后退一步 他低的时候 有时候10呢 我认为台积电也可以维持在12 16的时候 我说就用10 20的时候我就用12 很多人说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我后退一步 就是老师看的 就我们先用比较保守的版本来购物 对对对 保守都能够过 成长就没有问题 对吧 好 12%的话 我上次讲过台积电从7奈米先进制成 7奈米5奈米3奈米2奈米 2奈米给他量产两年 大概落在2027年 因为2025年大概会是明年开始会量产 给他在两年的时间到2027 2027当时来推的话 最保守估计是67块 老师这是EPS吗 EPS 67块 对好 67呢 华尔街呢 如果给他本益比15 67乘以15 差不多就1000块 所以保守 也就是说2027年 如果台积电没有办法达到1000块 我的千里之外 我就觉得他慢了一点 但是我是用2027年估 那目前看起来会达标 达标的原因就是 盈与成长速度 比我们预期的12块来得高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大家关心 就是回到你的问题说 他可以到千里 以前我们上同一台上节目的时候 我讲是千里之外 你也投了一票 对我投你一票 我应该是当场最支持老师 对对对对 这也说明了 燕丽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他一定是有的 一定有 还好我是奈米户 谢谢老师 所以也表示你有眼光了 那我们来看 假如财地界能够维持12的话 这样的速度在成长 华尔街会认为说 这么稳定的公司 本益比不会给你15 对 会高一点 好假设15那我们再往上拉到2030年 2030年呢是美国有一家杂志预估 2030年呢会有三家公司达到一兆美元 叫Tree Lim 他用的英文叫Tree Lim 台积电是榜上之一 所以台积电会转 事实上他已经不远了 好如果2030年如果这样子推的话 用12的话是94块 我们为了简单计算起见 我们用100块不会差很远对吧 好如果当时华尔街说哇 2024到2030将近有6年 你都可以这么稳定的成长 他不会只是给你15 15的话呢100乘以15是多少 1500块 所以台积电现在900 假设930几个上下晃动 搞不好有机会晃到800 那如果有机会到700那更好 你看从900到1500 这是我们认为是12 如果AI的爆发速度跟其他的能够上来 华尔街可能就不会 说不定就不给不止15 如果给18多少 那就1800块 如果华尔街愿意更大方 现在台积电的本益比是27.88 用28 如果28又能够维持 那这边的100块乘以28是多少 2800 美丽吗 美丽 所以呢 以这个速度 大家只要跟着这个走 现在事实上台积电是超前 所以台积电现在是以20到25的话 华尔街给28呢 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 是低估的 但是现在的困难点在哪里 会震荡 AI也会受到挑战 所以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呢 如果你把它盯得那么紧 就像这个学生考试95 老师同学的预计他是考到96、98 可能那天感冒的话跌到85 大家难过了对吧 搞不好以前大学联考那一天考试就决胜服 所以有些非常优秀的建中北一女的时间 可能没有考完国立法的失利 原因就是有搞不好那一天压力太大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给他一点空间的话 在这个位置来观察他 如果他在那么持续那么稳定 台积电如果持续的稳定在15到18 不要说15了 15、12、15能够稳定 稳定的在15的成长的话 华尔街给18不会过分 到20都愿意给 那20来讲就2000块 所以你说千里本来是千里之外 现在是千里加之外 那之外会外到哪里 喜欢刚刚分享的内容吗 别忘了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超前部署的最新内容哦